Hello 大家好 我是Feel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Oshinoko 我推的孩子 將會在11月28日 在Prime Video裏面 播出一連八集的電視劇 而電影版 就會在12月20日 由東映上演 平時我都會講 奶木版 偶像 為什麼我會講動漫呢 相信大家有留意日本文化的朋友都知道 我推的孩子裡面 是由Asuka出演 I的角色 本身我也有看我推 加上Asuka做I的原因 所以我就有少少了解 今次電視劇和電影的真人版的選角 之後我就發現原來 真人版裡面的新生BKOMACHI 的三位成員 其實他們的真人和角色 的人設上面都有很多吻合的點 所以今天就跟大家 講解一下真人版 以及原作的BKOMACHI的人 他們的人設上面有什麼吻合的地方 開始今天的話題之前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開始我們的話題 這個我推的孩子 今天因為我不去講動畫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 可以去搜尋一下這個動畫 在講什麼 而這個動畫裡面 BKOMACHI的成員 舊的話會有I 就是Asuka做的角色 以及其他成員 而新生的BKOMACHI 就會有Ruby ARIMAKANA 還有MEMUCHO 這三位成員 我們由Asuka出現的角色 HOSHI NO AI 開始先講 Asuka和AI 這個角色 其實他們的人設都有很多吻合的地方 例如 當紅偶像的CENTER 其實現在這個時代 當紅偶像團體的CENTER 其實真的不是很多 所以如果要吻合這個人設 其實可以找到的人 真是寥寥可數 這個I這個角色 其實都是由橋本環內 來塑造出來的 但現在橋本環內 已經一早單飛了很久 所以就和這個角色的人設 有點不太吻合 或者可能也有找過他出現 但他不出現的原因 所以就變成Asuka去做這個角色 真人和角色 其實設定上 都一定有不吻合的地方 Asuka和I 有什麼不同呢 Asuka歌舞的能力其實非常之好 不像I是普普通通的 而且Asuka的表演力 或者是偶像生涯 所賣的人設不同 I的 他不是走100%王道偶像 而I就是走100%王道偶像的風格 所以在這個偶像的表演力上面 其實I和Asuka是有點不相似 但為什麼呢 今天的話題是說 他們的人設是相似呢 就是因為他們兩者內心的想法 其實是很吻合的 其實兩者 I和Asuka一樣 外表看起來是很堅強的 不需要依賴別人 自己都可以做到很多事情 還有可以在中間裡面發光發亮 但是呢 兩者都在內裡 都有非常軟弱的一面 但是呢 是極之難被人看見的 Asuka其實很少很少 會在螢幕上看到他會哭 但是呢 就是說中肯一點的一句 這個角色呢 找Asuka去做呢 其實有一點點不適合的 我覺得最主要呢 在這套劇裡面呢 在消費著 舊時候 賴木板 偶像的這個標籤 還有加上呢 這個角色呢 其實對他本身自己的人設 的對創實實太大了 其實我自己呢 都不是說很體好 他最後的成果 的 因為I呢 在這個漫畫裡面呢 其實他是非常之誇張 黃道偶像啦 氣場很厲害啦 全部是閃亮亮啦 加上眼睛是星星眼啦 整個氣場呢 我是一個完美的偶像 所有人都要注視著我 但是Asuka那個氣場呢 就是一個比較 氣質一點啦 或者是一些 冷酷一點的路線 再加上呢 Asuka呢 在奶木板這個標籤呢 還未撕掉的情況下呢 在他去演出這些 偶像的角色來說呢 其實是一定的難度 因為在我們這些觀眾來說呢 我們路裡面呢 已經是有這個 Asuka是奶木板的偶像的標籤在 是令到我們呢 很難去投入到 在這個 我推的孩子這個世界裡 在這個地步呢 已經有一個很大的debuff在 加上呢 Asuka的演技啦 其實真的不是說很出眾 所以呢 在這個方面上面呢 我覺得是有一點點 難去演繹這個角色的 那我也很希望呢 可以看到他的演出 看看會不會呢 是把奶木板這個標籤撕掉的 如果撕掉的話呢 之後的路的話 如果他想演戲的話呢 其實都一定會更加好的發展 那之後呢 就去到新生的Bikomachi 那其實呢 為什麼我會拍這條片呢 也是因為呢 其實我也有一點點看這個 Ikoro Love 出演這個 Hoshino Ruby的 就是Saito Nagisa 那也叫他Natan啦 Ikoro Love呢 就是 紫緣系的第一個 偶像團體啦 想當年呢 紫緣尼納呢 其實用盡他所有的力量呢 去將他推出圈外的 幫他 起了一個全世界裡面 最可愛的 美少女的一個名稱 他在團的時候呢 其實他在Ikoro W裡面呢 是知名到底的啦 也是人氣呢 在Top的層面裡面的 而他在Ikoro W的時代裡面呢 其實跟Nubi的人似 是很像啦 都是一個很天生的偶像 很有偶像氣質的人啦 還有是 會有一點點小惡魔啦 有一點點毒蝕啦 有一點點毒蝕啦 的人似在這裡 而去到哪裡呢 也有很多的目光去投視的 但是呢 有一點搞笑的呢 就是Nubi呢 也有很多時候 都會吐槽啦 會去攻擊 Alimakana 或者其他的人啦 而 這個Nagisa呢 也是有一些小小的黑歷史呢 是爆出過 他是罵過這些的隊員的 那這個我都覺得是一個小小的重複啦 所以呢 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那第三個想介紹的人呢 就是Memcho啦 Memcho呢 就是由Arno-chan去出演的 那最近呢 這一年來呢 我是完全迷上了Arno-chan的 因為呢 我很喜歡把他的聲音啦 那這次呢 我覺得在這個真人版裡面 選角裡面呢 其實最出色的呢 我一開始是覺得Arno-chan的 因為我覺得Memcho和Arno 他這兩個人呢 是完全 在我腦裡面呢 是完全連結在一起的 就是Memcho 就是Arno-chan的漫畫版啦 而Arno-chan呢 就是一個真人版的Memcho 因為他們呢 有少少的行為 很相似啦 但是其實呢 在我再做多一點 深入的研究的時候 我發現原來呢 Memcho和Arno-chan的內心 就是他們的性格 其實是不配合的 Arno-chan是什麼人來的呢 那他就是 橋本環來 Kiseki no Ichimai的反對面 那橋本環來是天使啦 那他就是魔鬼那一邊 他跟Saito Nakisa一樣啦 他也是曾經是一個偶像來的 但是他是一個地下偶像啦 專門走癡忍線路線的 他有時候會爬上台啦 不斷發天啦 那也都是令到我覺得呢 這個人呢 是非常之有趣的 之後呢 就單飛啦 加上他一個高挑的身材啦 他的娃娃音可以做到一個很好的話題啦 還有奇怪的人切呢 令到他呢 在歌影視三妻裡面呢 是如如得水的 他跟漫畫裡面的角色相似的地方呢 除了我覺得是外表啦 氣氛之外呢 那其實他們兩個呢 都是一樣呢 在高中的時候呢 退學的 那呢 Arno-chan呢 就是因為有一些 社交上的問題而退學啦 那所以呢 我就覺得 嗯 原來可能在選角的時候呢 都有考慮到這件事情 我覺得很有趣 那還有呢 兩個人的一個氛圍呢 都是傻尖尖的 輕飄的 那所以我也覺得兩個人物和漫畫呢 是很匹配的 最後一個想說的角色就是 Arimakana 飾演的演員就是 Hana Nanoka 那其實呢 我是完全不認識這個人的啦 當初呢 一開頭呢 出了這個叫真人版的一個 概念照的時候呢 我心想 為什麼會找一個這樣的人去拍 去做Arimakana呢 因為我都有一點點看這裡的我推啦 那在這個漫畫裡面呢 Arimakana是一個很 很有偶像氣質的人啦 那為什麼會找一個這麼像 Satsaki Miri的人呢 去做的呢 那但是呢 在我做多一點點功課啦 拍這條片的時候 我發現呢 原來這個人呢 反而 最後呢 我是看下去的時候 覺得他是最貼近 漫畫原作的一個 演員來的 本來因為Nanoka 其實他自己 也是一樣是指譯啦 聲優和非優的一個出身來的 那他在拍戲啊 或者是聲優出演的 聲音出演的 也都是非常之有經驗啦 那還有呢 原來他一直都是這樣的 pop頭啊 就是冬菇頭這樣 那我就在這裡看他的IG 看一看的時候呢 是已經患視了 將Arimakana這個人呢 完全配了進去他的樣子裡 完全是分不開啦 他好像呢 在那些MV啊 概念圖啊 裡面呢 一看的時候呢 他的樣子完全是 等於了Arimakana 在我腦裡邊 那呢 在他那些 一些角色的PV裡面 他的髮型 還有他一些表情啦 聲音啦 其實完全呢 我覺得是 就是Arimakana 但是呢 他也有一點點短版的 因為跟兩個原偶像相比 他不是一個偶像出身的人 所以有時候呢 在那些Live那些 Live的影片裡面 會看到他呢 其實握麥是沒有兩個 握得那麼好的 他經常對不上這個嘴 那這個就是原偶像 和非原偶像的一個差別 那所以呢 他在偶像的表現上面 展現自己上面 是沒有拿捏到一個神髓的 那所以呢 我希望啦 在這8集裡面 或者電影裡面 可以在後期的時候 看到他終於拿捏到 怎樣去飾演一個偶像 那之後呢 去反超回其餘兩個原偶像的 論演技來說呢 其實這四位裡面 應該他就最好演技了 那所以呢 在這個技能的加成之下 希望我會有些火花可以見到啦 好 那今天呢 就是一條影片的一個介紹 其實也是一個很簡單的介紹 希望大家也可以一起多多支持 這次呢 這個ASCAR呢 有份出演的我推的孩子 因為呢 這個 都算是ASCAR畢業之後的一個大job啦 那如果呢 今次呢 可以大HIT 而ASCAR可以撕掉這個 蠻木板的標籤的話 其實對ASCAR之後的一個發展呢 都非常之好 就好像當年呢 Nanase Anadanoban 一樣啦 那如果呢 是大HIT 也可以撕掉這個蠻木板的標籤的話呢 其實之後的路呢 會比較好走的 那今天呢 就來到這裡啦 喜歡記得按LIKE CHANNEL SQUARE個CHANNEL 那希望今天這條影片的話題呢 不會說真的 說得很奇怪 這樣啦 還有我真的很熱 不斷出學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裡啦 下次見 拜拜